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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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綠印廠檔 今個星期六世界各地都有大戰 先來澳洲 在當日的早上我們會轉播 考非得杯賽馬的三場賽事來到香港 早上看完澳洲,晚上還有英國 又到了英國晚上的時間 英國冠軍錦標賽馬五場賽事轉播來香港 即將有八場粵陽直播賽事分上下午進行 那麼多大賽舉行,當然要輪戰敷 豪仔、劉永豪、朱仔、朱振佛一起談談 談談的兩場賽事將會是主題賽事 考非得杯和英國冠軍錦標 第一節先談考非得杯,大家知道的 出馬是揚揚大觀,而且局勢挺混亂 今年馬看完後,形勢更加緊湊 今年似乎沒有一隻像去年蒙古黑漢 升尾較重的馬 但代表是否水準會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通常跑完後便會知道 因為有些馬可能是之前沒甚麼看 但這場就很厲害,跟著在茂爾本杯也拍得好 尤其是考非得杯近兩、三年加了獎金後 除了本土馬之外 吸引到很多大肆投資買下來的移民馬 北半球買下來南半球 以及今屆也有不少 真的用北半球身分來跑的馬 北半球即是作客 作客來到的跑度也不容易搞的 考非得馬場 究竟考非得馬場2400米 我們看就看得多了 重溫客究竟如何跑法 其實真的挺麻煩的 這個 trend 我也覺得真的挺麻煩的 一邊轉 頭也很麻煩 算是比我們稍後看的國士盾的 國民局賽道好 但它是一個比較寬的三角形 直到頭起步 過一次中間之後一個圈回來 其實就叫逢彎皆急 這個就是很多歐洲馬不知能否適應得到 最麻煩的是逢彎也是急 但又不是一定內蕩好 是這點才是頭痛 所以你是很難側 究竟那天你真的要倒閉了 究竟後面追上來的較好 因為放在前面的位置較好 就比較難側 不過近這星期 當地的天氣挺好的 看來正常場地的機會會較高 如果是的話 考慮得馬長 如果正常場地的話 擺前一點內蕩就好一點 看看是否這次 如果以今年來算 比較受注目 反而不是北半球馬 是他們一隻主隊馬 我們說的都是很熟口熟面 他們是真米家 也沒辦法 因為你始終四歲的癡馬 大家都知道癡馬又會多一點受讓磅 所以七除八扣加加減減 你就會覺得 好像剩下這隻好一點 事實上真米家本身 他在去年三歲的時候上季 聲味是不錯的 如果你對比起紅馬 因為紅馬好像 今季達到四歲之後 令你感覺失色了 是的 而且你看回這場賽事 看完環境後 為什麼說緊臭了 因為沒有哪隻特別演出很穩定 大家都可以撐很遠 真米家的可愛地方 就是他甚少差很遠 沒錯 看上去自然派錦標 其實是前一場來的 九月份 也是這個馬 三級賽 考飛得 而且贏得 不過其實這場是他自從 在維省盛暑之後的第一場頭馬 都隔了多久 大家都知道 他是二位難贏 來到東北錦標 這場對手比較硬 遇到喜特萊進步很多 其實我想有兩場賽事 很值得留意 這場是其中一場 一對手一場 東北錦標 喜特萊前面走了 他跑第二 其實後面那些算帳化力三 但是後面那些家觀盡著的大哲龍 那些全部都是被他扔掉 因為還有一點很重要 記得上季 不要經常說去年 因為上季是今年的事 上季其實在季尾的時候 又記得他跑這個適離將暑 其實他跑了適離打比 就是說其實對於曾蔚家來說 根本幕後還是相信這個馬 他根本是可以跟紅馬交鋒 所以為何會踏入四歲之後 你看到他對著年長馬 他不信息 所以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演出準之餘的路程 還有這個場地 最重要是場地是一個籠手 跑過四次的 考菲爾德賣場 基本上都不脫頭四名 冠牙、鬼劍 考菲爾德是後來的 所以這些人一定都是 所以他自然會備受注目 不過最近有一批真情之外 其實如果看級數 就不像那麼高 底牌還沒揭曉 但最近好像有一場 贏得很清水利落 沒錯 其實是沒有拿之前 不然中央競馬會錦標 對 快捕尼谷跑 在九月底 他贏這場也是贏得漂亮 贏了那些謀往士 末代軍王也贏了 因為早期那時他從西澳為主 在上季尾才到昆斯蘭和維省上陣 其實他的演出可以保持碎盡 即是他都是西澳比較突出的馬 其實有時候西澳馬 特別好那隻過來也是好 西澳馬 但蓮馬斯真是黃到不得了 這兩季一位二和 真是很厲害 純粹是這個項目 不過是否級數真的會夠 我們架架地曾米嘉是掌樹民主 打鼻也跑得很好 但這一隻真情之外 至今贏過五場級制賽 全部都是三級賽 是 當然要挑戰一下 好 再看一看 菲特文這次有兩匹馬跑 一匹是艾雲豪威 一匹是氣層上界 艾雲豪威大家會比較熟 我相信上了一屆 考菲特輝他跑第三 氣層上界 大家要不記得他 要不記得就會很深刻 很深刻為甚麼 看他就以為很好 原來那次真的被他搞到註賽 這次來到澳洲跑了 記得的 看起層上界 在歐洲的時候 大家也看到 就是這場 穿鴨刀娜王子的衣服 打算贏得很輕鬆 還不可以一直上 他不是贏五班馬 那隻也挺厲害的 雖然沒錯 這場賽馬會這麼強 他贏了心情簡運 贏了巨橙 心情簡運 你也可以說他有時候 可以輸給一些危險的對手 但其實巨橙是一種很好的指標 穩定的 他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他經常可以保持水準 他的二、三級馬 但他完全扔掉 那這不是很厲害嗎 是不是真的 但之後的賽式告訴你不是 如果是 阿獨羅王子也不會 斗領股份也不留給自己 轉彩衣也算賣了 全賣了 轉了甚麼彩衣 將會是艾雲豪 現在的彩衣 對 菲德文是家族的彩衣 其實這場賽事是去年的考飛爾德杯 前面就是蒙古黑漢 另外艾雲豪威在這第二位入籍 結果賣的賣油花都上來過了 他也捱著第三 他又捱了 不過艾雲豪威 我想如果純粹計算這個級數來說 艾雲豪威一向都是在歐洲 是二、三線馬 甚至乎氣層上界 應該是級數比他高 如果你說要計算的話 艾雲豪威也… 你想想要去到哪裡才贏到呢 東坡杯 水準和考飛爾德杯一定是一大段距離 除此之外 這次也要留意艾雲豪威要做一個黏甲 即不是帶普通的甲 即是否會有些問題 這場大賽當前似乎有點避忌 其實可能要黏甲 即是貼那個甲 貼那個甲 即是可能提甲有些問題 可能會比較脆 可能會比較容易裂 也會 艾雲豪威和氣層上界 其實都已經當作是疑文碼 有些就不是疑文碼 真的當作是外隊來跑 那哪些呢 格子民族 牛頓著士兩匹都 兩匹呢 一匹就高多芬 一匹就古莫雅 那怎樣稱法呢 這些大型的木場 大陣型的馬 當然會受注目 不過要留意 因為同日是跑英國冠軍禁標 都會拿過來 都拿過來 你猜這些會不會是第一線的馬 應該是沒有空過來 沒錯 不過怎樣也好 我覺得就算你說分身下來的馬 畢竟你在當地歐洲 你是當裔的中場圖馬 下來澳洲應該是超級的 有些好處 我們先看格子民族 這場史德素錶標 對手會比較弱 Yokka那些不算很特別 但你再數回一馬 這場有三級賽 對 而且他是在不停進步的馬 不要看他已經五歲就來轉六歲 他還有一些進步 還有埃帕軍第一次帶馬下來 他都很早已經下來跟著這隻馬 不過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同日在英國跑大賽 沒有他最好的騎士下來跑 是這個問題 同樣吃的事都發生在牛洞爵士山上 一定的 所以就花了歐杜洛下來 在近內蘭位置的白帽那一匹 在他旁邊那一匹是氣層上階 大家一齊看他 前面的黃衣是贏的那一匹 容後再決 另外就是中間 庫尼之舞 不過這隻已經變成了半主隊 因為五成的股份已經賣了給Law William 所以這次會穿藍衣上陣 深藍 大家知道哪一件 催越了一件 沒錯 所以這兩匹又如何 下來會不會找到好處 我自己就覺得論級數 其實牛洞爵士應該會高 尤其是剛才除了一看那一場之外 在King George那場能夠跑得近的話 同樣是跟高地之舞 很容易就是同一個路程 你就稱高地之舞 他在海船門是能夠跑得好的馬 你想想 相差多少個馬位 放在這裡 打個七折八折也夠 其實也有點驚喜 可以黏著頭三名回來 其實那場賽事也有點猜不到 但是我自己總是對他們 因為始終我總是覺得他們 不會是第一線馬 所以下來了 可能會有一點 未必夠主隊的馬 而主隊的馬我都比較喜歡一些 譬如何會穿試 剛剛贏了大都會錦標 其實大都會錦標 過往都會錦標 應用在考菲爾德杯身上 我總是覺得是弱一點 但是今季有點不同 因為其他對手都不厲害 如果大家看看都會錦標 即是有機會看到那場賽事的片段 何會穿試很早就放在前面 霸佔到一個漂亮的位置 走得很順 結果均速跑發來贏了 但其實電堂級 如果看回現場 我覺得是虧得傻了 一直墮在後邊 差不多最後兩步才追上來 追得很厲害 所以這匹馬其實有點黑馬味道 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了這場都這麼緊 好像很多選擇 正如剛才所說的 我比較喜歡何會穿試 和電堂級 再選擇 作客那一隊 牛頓爵士似乎比較好 我可以說一隊都是作客的馬 會稱先很多 我始終相信跑到里奔屠城 歐洲馬的能力 牛頓爵士我怎樣都會先選擇 主隊的真米嘉要回來 也是準成的馬 加上這就是格子民族 那我捱向主隊多 電堂級就先走 真米嘉這麼準確一定要 剩下那一匹氣層上界 因為看來看來他和其他的馬 他也是因為歐洲下來的馬 始終會有少少少級數之力 亦也是 跑第五號的輸比 容後再決就很近 這些馬可能也有找到好處 第一節就談完了 下一節休息回來 就談英國冠軍錦錶